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时候 有一天在医院爬楼梯 看见一位气质很高雅的中年妇人 但是他整个人是浑落魄的 走路摇摇晃晃 好像随时会昏倒的样子 我就过去扶他 请问他说 欧巴桑,你是不是不舒服呢? 我扶您回去 您住哪一间啊? 他忽然红了眼眶告诉我 他的孩子患了血癌 住在四楼 我便和他一起上去 到病房去看他的孩子 那是一位刚刚当兵回来 本来是一表人才 英俊潇洒的男孩子 身高大约一百八十公分 体重将近九十公斤 从小都很健康 他当兵以后就在建设公司服务 收入很高 女朋友也和他很要好 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那天他因为正好和院长做生意 所以到我们医院 所以到我们医院来 刚好他觉得人有些发烧 既然到医院又有熟人在 就顺便抽个血 检查看看 检验出来以后 检验的人员吓了一跳 竟然是急性发作 非常严重的血癌 从此他就住进医院 过着痛苦的生活 他的正常血球降得很低 一直都需要输血 全高雄的军血中心 血用完了 还得调台南军血中心的来用 他发烧 烧到用温度计量 里面的水银全满 超过磕度 他的头发掉光了 瘦得变形 一下子好像老了四十岁 好像六七十岁的老人 有一次他做化学治疗 整个嘴都破皮了 牙齿全排都摇动 郁掉的样子 他痛得连喝水都没有办法 口腔内烂掉的肉 会发出臭味 连他自己都受不了 他虽然不是我的病人 但是我很敬重他的母亲 有时就去看他 帮他洗洗口腔 当水流入口中 因为伤口太多了 真是痛得他全身发抖 他的妈妈在旁边看了 一直低头掉眼泪 我看着他 他把嘴里的烂肉 一块一块掉出来 发抖成那个样子 也要掉下眼泪 有一次 有一次在书写当中 他发冷又发热 全身发抖的 在痛苦不堪中 他自己把针拔掉了 顿时血花四溅 他几乎想冲下去 跳楼自杀 但是却连冲出去的力气都没有 他告诉我 郭医师 我看见很多鱼都来逃命 好像千军万马 从我身上压过去 好可怕 他边说边哭 一直发抖 他是一位基督徒 本来没有什么轮回讨命的观念 那时候 他有一位胖胖的 长得很忠厚的朋友 来看他 看他这么痛苦 那位朋友难过的一句话也说不出 就跑到病房外面 叹息 好像要哭的样子 这时候 这位患者 人家每次放声 我就跟着去钓鱼 人家放声 我常常就跟在后头钓鱼 把鱼钓回去以后 放在桶子里面 然后又重复地 拿着钓杆 反复再钓一次 看那些 看那些笨鱼 看那些笨鱼又上钓 就觉得很得意 现在过一时 我的嘴巴像被鱼钓勾到的鱼嘴一样 通通通通通都破了 我的牙齿全都摇晃 一直一直要掉下来 那位胖朋友他还来看我 我才知道他一点都不傻 我自己才是个傻瓜 那个时候 他的言语很困难 可以说 讲每个字都是疼痛的 我看着一个原本强壮的好汉 这样哀伤地哭诉说 现在即使打死我 我也不再钓鱼了 嘴巴破掉 原来是这么痛苦 我怎么会这么狠心呢 我听到这里 只有寒泪安慰他说 你真心忏悔了就好 假如我是那些鱼儿 看到你这么真心地忏悔 我一定会原谅 我一定会原谅你的 你不要难过 鱼都会原谅你的 基督教和佛教都教人 要真心忏悔 忏悔的功德很大 耶税人 耶税是博爱的 佛也是很慈悲 不论你是什么教徒 他都会愿意帮助你的 我永远记得这件事 每次当有机会 每次当有机会到公园 水池 有人锤钓的地方 我就忍不住 合掌去请求 钓鱼的人们 一个个去告诉他们 这位病人 在痛苦中的忏悔 但愿大家不要重蹈 这血泪的覆辙 每次说起来 就像哭 虽然有的人不理会我 不相信而冷眼地看着我 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 把钓杆收起来 我真的很感谢 向他们合掌行礼 因为我们医生 遇到这样的病患 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 心中也很痛苦 因为许多情况 是医疗很难以拯救的 再有钱的人 也没办法 请人家代替受苦 佛家讲因果 是真的一点也不差的 有的是报应的快 有的报应的慢 这就好像 各种不同的种子 发芽的时间不一样 结果的时间 有快门而已 我们不喜欢受苦的人 千万不要去种 招来痛苦的种子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 请您的观看